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新中国进行封锁遏制 一些亚洲国家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对新中国也抱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从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 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后 中国的外交视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20世纪70年代初 中国重返联合国 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20世纪70年代末 中美建交 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对峙 由此改革与开放比翼 中国与世界齐飞 中国成为维护世界的 建立法则 恢复了三国 刚到苏联时 斯大林对签订新条约仪式表现得很消极 对此毛泽东很生气 索性闭门不出 一天苏方联络员和翻译来拜访 毛泽东大发脾气说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 什么事情也不办 我是干什么来的 一生不怕压 不信邪的毛泽东 通过这种方式 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到访苏联 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与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 国际舆论对此十分重视 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的十多天时间里 中苏双方重要的外交活动较少 加之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情况 这自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种种猜测 英国通讯社报道说 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苏联方面看到这则谣言后 一时有些紧张 斯大林急忙安排毛泽东到各地参观 并于1950年1月2日 为毛泽东安排了一次 答苏联塔斯社记者问 毛泽东借此机会 在报纸上公开了访苏的目的 恰在此时 缅甸 印度相继承认了新中国 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斯大林在这时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 从而转变了对签订新条约仪式的态度 1月10日 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 经过认真讨论和协商 两国政府于2月14日 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 到苏联整整两个月后 毛泽东于2月17日 率中国代表团离苏回国 后来毛泽东指出 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 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 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 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 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世界的和平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 他同一百多年来 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 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这再次表明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中文字面 中文字幕志愿